- 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大禮漢世界! 11月30日,中共官方公布了江澤民的死訊 並在公告中提到 不會舉辦遺體告別儀式 然而12月5日上午,習當局有改變主義 幫江澤民的遺體舉辦了告別儀式 隨後江澤民的屍體被火化 這一前一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故? 這個背後又暗藏著江家邦和習當局之間怎樣的博弈呢? 時事評論員李正歡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進行分析 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們今日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根據呂澳著名法學家袁洪兵教授透露 江澤民的死被曾慶洪和江家 用來向習近平發難 袁洪兵爆料說江澤民死後 鄭慶洪組織人員寫了一份道辭 而且以王志平和江錦衡的名義交給習當局 鄭慶洪在道辭中將江澤民高高舉起 給予了極高評價 隨捧到比鄧小平一樣的高度 江家還聲稱 如果習武按照到辭的內容 幫江澤民蓋棺定論 那江家就會自行安排葬禮和悼念儀式 據悉 習近平一直在籌劃著 要公開批判江澤民 相關批判的文件都準備好了 只是等合適的公佈時機 這個應該不是空越來風 習近平在二十大的報告中 已經偉軟地表述了江澤民時期的權力腐敗 幾乎導致亡黨亡國 補充一下亡黨是不會亡國的 是習近平通過反腐挽救了這個瑞士黨等等等等 因此 如果說習近平現在正籌劃公開批判江澤民 這個做法應該是二十大當家一個延續 是因麥相成的 但是外界最後看到的是習當局 在杜池中幫江澤民帶了很多高帽 為什麼習近平要幫這樣的一個禍國殃民 臭不可聞的匪首 這麼高的待遇呢? 袁紅兵分析說 白紙革命的爆發 令到習當局被置於佛山口上 為了避免江家殘餘的勢力乘機發難 習近平就指控委曲求全 幫江的屍體舉辦了告別儀式 並且高調捧江 第一 將江澤民和六四屠殺的罪惡綁定一齊 儘管習近平在杜池中 也幫江戴了些空虛的高帽 但是整體評價 比起歷屆黨魁 實屬平庸 不僅如此 習在杜池中兩次提到六四 還特別點出了江澤民是那場鎮壓的擁護者和執行者 軟轉地提醒國人 江不僅是踩著六四的鮮血上位的最大受益者 而且還是那場屠殺的直接執行者 外界普遍只知道 那場大屠殺之後 江澤民就一下子 由上海市委書記爬到了中共黨魁的位置 而事實上六四屠城的直接導火索 就是江澤民的鐵碗 鎮壓了悼念胡耀邦的上海經濟導報 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 不僅如此 六四鎮壓之際 江澤民就是在天安門的屠殺戰場 執行黨中央的命令 這一點在中共前總理李鵬的回憶錄 李鵬日記裡面寫得很詳細 裡面寫著說 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場方案 江澤民同志在警衛大樓四樓上 從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門的動態 第二 習近平不願意背負江迫害法輪功的黑禍 相比之下 對於江澤民執政時的最大政治遺產 就是迫害法輪功 習近平在道辭中就隻字未提這個不奇怪嗎? 很明顯 不對迫害表態的本身就是一種態度 就是習近平不想背負這個巨大的黑禍 同時 習近平在道辭中還特別強調 2006年江澤民親自主持編輯 同逐篇審定江澤民民選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 值得關注的是 江曾在江澤民民選的第二卷中 共是承認了是自己 力排中議發起了對法輪功的鎮壓 這一點不僅證實了外界盛存的 當年7個政治局常委中的6個都反對鎮壓 同時也成為了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最有力官方證據 也因此 各國法輪功學員在控告江澤民的時候 都直接引用江澤民民選中的這段江澤民的字白 你作為證據 習近平特別點出了江親自主持編輯 逐篇審定 也想在此向外界表明 迫害法輪功是江澤民一己之責 當然啦 習近平將江澤民審定江澤民民選一事 作為他一大政績 高調宣揚 還有一個非常明顯而有關鍵的原因 那個就是江澤民的政績 太過於平庸 佛善可塵 習近平不願意幫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背黑鍋 而這個黑鍋就是十幾年來 習江鬥的核心和根源 會守過往從表面上來看 比起胡溫被駕空的十年 習近平十八大後的十年顯得沒那麼被動 而事實上 從上台的第一日起 習近平就在江曾的計算之中了 這樣江曾為什麼要駕空胡溫呢? 為什麼要計算習近平呢? 這個和鄧小平為什麼要選擇江澤民雞衛 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就是要保證自己曾經欠下的血債 不會被翻案 自家的貪污裝款 不會被收繳 江曾當年搞了個九龍治水 令胡溫成為了傀儡 而掌管中共刀把子的周永康 就能夠權傾朝野 成為一代政治沙皇 而刀把子正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核心部門 類似周永康這樣靠著有罪賞位的官員 數不勝數 薄熙來 趙樂際 李東生 令計劃 蘇榮 劉雲山 張特江 張高麗 韓正 孫春蘭 吳志明 張月 周本順等等等等 人人沾血 是江派血債幫的自保生態 無論哪一個當政 只要他曾經欠下血債 都不會輕易地翻案 或者幫助被迫害者平反 我們再看看習近平 他既不是迫害法輪功的始作俑者 也沒有身負血債累累 那當年 江曾怎麼會同意給習近平上位呢? 原因是 一方面 習近平除了他的太子黨身份外 並沒有明顯的派系色彩 他的上位既可以滿足江派 要壓住團派的企圖 同時又讓團派 沒辦法挑江派的不是 另一方面 江曾 最合心意的黨魁接班人 也就是最先主導活摘法輪功器官的薄熙來 那時還沒有鍛鍊成熟 官位和權勢中落後半拍 所以江曾 被習近平上位 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江曾 看準了習近平的坑後平庸 認為他不會成為江派的威脅 所以 只是給習近平一個過渡 江曾 盤宣柱 被薄熙來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 至少得到過上位 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位置 再過大約兩年的時間 到2014年 利用薄熙來掌控的全國政法委 武警部隊 和他的軍中力量 來發動政變 拿下習近平 由薄熙來取而代之 到時候 又是江曾血債幫的天下 然而江曾 並未想到的是 事情沒有按照他們設定的劇本走下去 先是薄熙來的馬仔 黃立軍出途美領館 導致薄州政變敗路 並且胎四復縱 隨之而來加就是習近平 上台之後的打虎運動 打掉了江派眾多辛富血債的大老虎 甚至習當局的打虎棒 直接指慶親王曾慶紅 以及老老虎江澤民 搞到江曾心經肉跳 沉食難安 而習近平在打虎的過程中 積累了極高的威望 獲得了民心 正所謂人算 不如天算 更令江曾 預助針尖的就是 2015年5月1日 習當局宣布開始實行 有案必立 有數必理 短短幾個月下來 就有20多萬名法輪功學員 和他們的家屬 以實名向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控告江澤民 那時的習近平 如果要捉拿江曾 有天時 地利 也有人和 江曾在巨大壓力底下 相信了他們的虛假承諾 誤判了形勢 並最終 答應了這筆魔鬼交易 選擇了保黨 十九大過後 是習近平 又勝轉衰的五年 在江派為習近平安插的 貼心人 王滬寧的一路輔助底下 習近平一步一步 陷入困境 從中美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 從武漢疫情爆發 再到極端防疫 民怨飛騰 反習 罵習的聲音不絕於耳 與此同時 選力軍政邊集團 蠢蠢欲動 習近平 覆背受敵 江澤民一個江派匪首死後 曾慶紅正式成為江派血債幫的總頭子 因此 目前中共內鬥的核心就是習爭鬥 據外界的分析 江澤民死後 不用用很長的時間 習近平勢必會對曾慶紅 以及江曾殘餘勢力 進行權力大清洗 和財富的收繳 三、四年前 網絡上就流傳著 一句說話 就是 早一步哥巴傑夫 晚一步 齊奧塞斯庫 而今天這個時間 真是更緊迫了 近期由新疆大火引發的 全國各地的反暴症運動四起 中共真是到了一推就倒的時刻了 目前正是習近平在幫 看劍淹一息的中共足命 江澤民雖然死了 但中共有傳 正所謂 慶父不死 路難未移 古人有句話說 天遇不取 反授其咎 時之不幸 反授其讓 天滅中共是天意 誰都阻擋不住 江澤民死後 中共一定會很快走向解體 我們不妨拭蒙二代 好了 今日的節目 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